現在我們就來實測看看 使用Screen體 它可以怎麼樣來做螢幕上的錄製 在這邊我就以桌面 的方式 我們來錄製看看 那您使用桌面的話呢 它在這裡 會有 可以分享音訊的部分 也就是電腦畫面的聲音 它會直接進來 那如果你是透過視窗或Chrome分頁 這裡也會有 但是視窗的部分呢 就不會有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您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選好之後 把它勾起來 接下來 它就會進入到 這個倒數的畫面 那您在錄製的過程 您可以把視訊的視窗呢 自由的去調整它的位置 也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它有三種尺寸 小中大 這三種尺寸 您可以自由的調整 那再來呢我們看到 在左手邊 這裡 有箭頭的這個標示工具 如果你選擇這個 會讓您在滑鼠點擊的時候 會比較醒目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會變成 有點類似 探照燈的工具 好那用完了 你記得把它關掉 那它的這個 助記功能 也是很方便 你今天 在這邊 就可以像這樣 自己去決定 我哪個地方 有需要加上助記 或者橡皮擦擦把它擦掉 還原的 這都可以調整 大小 顏色 在這邊呢中文輸入也沒有問題 當然你也可以加上 像這樣的一個箭頭 不過它箭頭部分就比較可惜 沒有辦法去調整它的大小 如果你已經標註完成 請記得再把您使用的工具按一下 它就會取消 目前的標註 那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回到滑鼠的模式 好那如果在這邊 你還可以像這樣再把 原本的標註 如果不需要了 就可以把它刪除掉 那在 這個軟體裡面呢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如果您的麥克風 或者是 電腦的聲音 不需要再進入到 這個影片裡面 你可以隨時透過這裡 來把它做一個開關的動作 好就不需要停止錄影 那當然您可以從這個地方 也可以隨時的去改變 您的 網路攝影機 還有麥克風 是使用哪一個 等到您錄製完成之後 可以按下這個暫停 在這邊就有個大勾 這個時候呢就會進入到 影片的編輯模式 好您可以先播放看看 看看剛才 有哪一個 錄製下來的 等到您錄製完成之後 可以按 好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 您可以選擇 我們在輸出的時候 選擇 NP4 或者GIF 這樣的動畫 不過原則上 我們主要就是 NP4 跟WebM 這兩種 影片格式 如果您的影片 後面有多錄的話 您可以透過這個 去把 多錄的片段 把它做一個移除 那如果您的影片 是只要取中間的部分 您就可以透過 下面這一個 來把 您所要 錄製的這個範圍 把它截取好 按下Apply 這樣子呢 影片就會是保留這個片段 當然如果您選錯了 可以透過這邊的reset 做一個 復原的動作 最後呢 在下面這裡 就可以把它下載 或直接存到您的雲端硬碟上 我們在使用Screamity 這樣的錄影工具的時候 它有一個限制 您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我們在這邊 雖然有標註的工具 還有 網路攝影機的畫面 但是呢 即使您 使用的是錄製全螢幕 如果我進入到其他的應用程式畫面 離開了瀏覽器 這兩個 都會不見 但是 您的 畫面 還有聲音 還是會被錄下來 只是就 沒有辦法 在 這樣的地方 去做 註解 或者是要看到 您的 網路攝影機畫面 這個是他 目前的一個限制 給您做個參考 說來的 好 我們可以教大家